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 第10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 向世界各地华侨华人致以诚挚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参加会见 上午10时30分 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石太峰参加会见 并在当天上午的大会开幕式上讲话 他指出 海外侨胞具有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 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力军 希望广大海外侨胞携手同心 勇意前行 深入践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中外友好 积极促进全球发展与合作共赢 积极促进中外交流与文明互建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上 谱写新篇章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 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 及负责人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届大会以融通中外 推动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500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 参加大会 王毅 蒋作军参加会见